大家好,今天又是一期淘宝开箱 那之前就有淘宝开箱的时候教大家一些淘宝的入门教学 就是教大家怎样淘宝 那其实在那个影片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就是问 到底我平时是用什么的运输方式 就是关于集运的方式到底是怎样做的 因为有一些人对这个运输的东西还不是很清楚 那这个影片呢就是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平时是怎样把淘宝运过来malaysia的 那我一开始淘宝的时候呢 我是用它本身淘宝的那个集运 后来呢我改成了第三方的代运公司 我平常用的呢就是这一个微信小程序 麦西蒙代运公司 那你们只要scan这个淘宝库呢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它的page 那我为什么会从原本淘宝的集运 转成这个麦西蒙呢 是因为我发现到就是麦西蒙他们的那个运输比较快 他们的空运整个很快 我这一次的淘宝呢其实是采用的是空运 一个星期里面就到了 然后淘宝本身的集运 就算我选空运的话它还是比较久一点 而且我之前用淘宝本身的那个集运呢 是不能够寄敏感货的 所谓的敏感货呢就是一些化妆品啊 还有电子产品等等 然后我最近就非常爱买中国的彩妆 那寄敏感货这一块呢 淘宝本身的集运呢是不允许的 所以呢我就选择了麦西蒙 因为他们呢可以帮我寄这些敏感货 而且运输的时间很快 现在呢我就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个麦西蒙的代运 首先呢要进到麦西蒙的page copy 他们的仓库地址 这里呢你会看到旁边有一个属于你的专属ID 这个一定也要一起copy下去哦 然后呢就到淘宝的apps更改你的地址 这个时候呢确保你的那个专属ID也要把它填进去 那麦家发货之后呢就会有那个发货单号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个麦西蒙的这个页面呢 添加你的单号 首先呢写下你的那个单号 然后再写下产品的类别 然后呢就写那个产品的价钱 那等到包裹到期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全选 然后寄到你要的地址 那他们呢还有其他的服务 就比如说呢你们可以选择这个菜箱合併 这个呢就可以更加的省重量跟省运费 等仓库称好你的重量和运费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缴付你们的运费啦 可以选择马币online banking或者是淘宝支付也可以 那这个程序上面呢你们还可以随时随地的查看 固留追踪记录 而且他们的服务除了可以寄到马来西亚之外呢 其他国家也是可以的 那我就放这个二维码在这边 大家可以去下载 而且还会有10%的折扣哦 好不得说我们现在马上进行开箱 在我手上呢有两大箱 你们看它怎么都会把它包得好好的 那第一个呢我已经看到是什么了 因为它就是直接就是那个产品的箱子来的 这个是AIDS COOKER煮蛋器 小熊排的煮蛋器 这个呢不是我的 是我妈妈扣我帮她买的 因为她看到网上就是很好用 还有说明书 我拆开了 我妈妈 我想 我妈妈好像主要是要买来不是煮蛋的 她是讲说有时候她想要来蒸一些很小样的东西 很像那种小包子啊 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来蒸 大概是这样的样子 就是上面可以放些包子啊 可能下面就是可以拿来煮一些鸡蛋之类的 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非常的方便 对了今天就是开箱的所有产品呢 我都可以在discussion上面放那个链接 所以你们还是可以点进去买的 接下来呢就开这个大箱的 其实我这次买的东西没有很多 然后我有点忘记我买了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啊 这是我帮我爸爸买的衬衫 两件衬衫 一个是粉红色的 然后一个是深蓝色格子的 我不知道我买的size对不对 因为我是第一次上淘宝买衣服给她 有一点小尖耶 完蛋了 我现在这样子看有一点小尖 你看 可是我爸爸也不胖啦 所以应该ok了吧 啊好可怕哦 买大还可以改小 买小就没救了 然后弃硬也不能穿这种衣服 他应该会崩溃 如果我给他这个衣服的话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粉红色 这个就稍微比这件大一点点 感觉比较宽一点 应该ok的吧 我爸爸真的是没有很胖 你觉得我爸爸可能像吗 这个你看这个size 是不是 好下一个 哦 这个是我的 手提电脑包 就是这样而已没 他没有那个放Charger的吗 这个手提电脑包浅蓝色的 还挺好看的耶 他是那种接近皮的一个面料 然后应该装的下吧 我的是MacBook Air 就这样子吗 他没有另外一个小袋子 给我装Charger那些 他还这种小盒子吧 这个是什么 好 难道是我的化妆品 啊 真的是耶 兴奋啊 这个是 橘朵的 橘朵其实小红素很好 然后我买的这个是 夜洗眼影 这个blingbling的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想要拿来放在卧肠下面的 给它blingbling的感觉 四色眼影盘 还挺好的 颜值蛮高的 很漂亮对不对 哇哦 so pretty 这是最基本的那种大地色系 其实我就是有了 就是爱买 而且它的粉质是很滑耶 很ok 这颜色还不错 试下这个最盛色的 哇 哇 ok 它的粉是非常的细致的 然后很柔雾的感觉 然后推开也很好推 很美咧 然后还有买了橘朵的两个单色眼影 三色巧克力平凡眼影 这个也太小了吧 我要买这个 这个很美 你们看 它就这么小个哦 然后里面有三个颜色 哇这个很美 因为我是看中它中间的那个 这个绿色 牛油果的绿色 很美 然后我买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普通亮亮的一个单色眼影 目前买的化妆品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接下来拆另外一个盒子的 这个是什么 啊 首饰 买了很多这一种 发夹 因为我最近很喜欢 绑那个低的丸子头 然后我有时候就直接想要把这个 这样子夹上去 就是很有法式 很有气质的那一种 我有买一个是 这个是贝壳的 贝壳形状 然后这个是那种简单的 长方形的形状 买这个珍珠的 还有买了两个这样子有颜色的 就有时候可以直接这样子夹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 Dirty Pink的颜色 还有买了一对耳环 买了一个这样子的耳环 很酷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炸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耳环是这个银色扣的 最后呢这一家店买的最后一张是项链短版的chucker 它是这样子圆圈的 这个也好看 I like it so much 接下来 这一袋 我买的一件 连身裙 然后它是那种法式碰碰的感觉的 看 叮叮 它的材质还蛮好的 然后它是一个很大的碰碰袖 然后它的裙子也是这样子碰碰的 那下面裙摆是这样子碰碰的感觉 是这样子 好像还蛮好看的 可是有一点大件的感觉 我已经选S size而已 它的腰身有一点大了 我觉得可能要绑一个腰带之类的吧 接下来这是鞋子吗 对我买靴子 其实我没有想过要买靴子的 因为靴子就是只有外国可以穿啊 可是因为现在他们国外开始进秋天 然后已经没有卖什么凉鞋啊 球鞋这样的东西 都是靴子 尖头这样子的 然后有一点高跟 而且这都没有到 马来西亚完全不能穿啊 因为它就是那种高高的靴子嘛 它是低的 所以我觉得还OK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穿上台 还蛮好看的 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是买超少的东西 这个是今天开箱的最后一个东西 哦 啊我知道了 这个是我帮我爸爸买的一套西装 因为在马来西亚这边外面如果要很好的西装的话 是还蛮贵的 所以我就帮我爸爸买了一套西装 为什么要把它买西装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重要的日子即将来临 所以它需要穿的比较正式 至于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呢 你们想一想应该就可以猜到了 然后它是整套一起卖的 所以它就是有里面的那个白衬衫 然后有一个领带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个西装外套 它有包裤子哦 裤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裤子买不买的对咧 感觉好像可以哦 西装 西装好像也ok耶 我当时看好像蛮ok的 是一个深蓝色的一个西装 补一下 ok啊 ok吗 你觉得真的可以 好像很合身一下哦 好像可以 刚刚好哦 好啦 那我这一个淘宝开箱呢 就到自己啦 我真的是买东西没有很多 可是陆续有来 所以 还会有更加多的淘宝开箱 那大家记得 留意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淘宝开箱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